患者很辛苦 陪伴也很辛苦 这一段影片非常的感人 令人泪崩不舍根祝福 正是在2017年那个时候 齐慧的妈妈张妈妈 昏迷送急诊 脑机水紧急地开刀引流 齐慧在病房里面 带着妈妈祷告 让你成为我的救主 让我成为我的救世 救主 救世 一生一世 永远跟随你 永远跟随你 请你让我把自己 出面 请你让我把自己 来 买这次 搞脱给你 搞脱给你 那我笑 我在想说我要听念台语 还是要念中文 念国语好了 好 让我把自己 让我把自己 交托给你 交托给你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以上寡道 以上寡道 奉好耶稣基督 寡好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名 宝贵的圣名 求 阿们 其实当时妈妈是有意识的 对 这个时候啊 那时候是 原本是昏迷 然后经过引流手术之后 然后我记得那天 因为做完引流手术之后 妈妈她是在 加护病房里面 我家那时候眼睛睁开的时候 她是不知道人在哪里的 因为可能一切都还没有 有点错乱这样 然后那时候就 慢慢慢慢的就 我们就带着她 然后跟她分享很多的事情 然后包括刚刚听到的 那个小女孩的声音 就是我女儿 我觉得其实 好像生命 她都有她的这个安排 因为基本上 我以前也不想要结婚 我也不想要生小孩 但没想到 就是在我妈妈发现 癌症的那个时候 刚好是我跟我老公 遇到的时候 然后刚好就是一路 就是我跟我老公就交往 稳定交往 然后求婚结婚 然后到有了孩子 特别是有了那个 我女儿 然后我觉得在我妈妈 就是抗癌的这个路上 有帮助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特别我觉得 就像医生们刚刚讲的 就是心情真的很重要 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 就是我妈妈她在抗癌的 这十年 其实我们都是就是 因为我妈妈就是一个 很高操缓 很高操缓 从我们小时候 吃什么用什么 甚至连头发绑什么 都很会操缓 那就是就一路走来 然后其实我们这十年 是让她就是很放心 然后就是 爸爸也会常常 带她出国啊什么的 那我觉得其实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就没有 我是光文英 请到聚焦2.0 YouTube频道 进行订阅 同时到聚焦2.0 FB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